633-1565 敬请与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 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火车 绝照您的佛性般热 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 彭法行 愿时间快乐多过于悲伤 愿时间温暖多过于孤单 愿时间光明多过于黑暗 愿时间和平多过于挣扎 愿时间刚能替代了责难 愿时间谦逊多过于浅满 愿时间慷慨多过于贪婪 愿时间温暖 愿时间温暖多过于浅满 愿天空保佑最初的未来 愿心凉入海被点点拖垮 愿生命虽远 愿生命虽远聚散 虽欲愿 万物都回归 愿时间温暖 所以我们修慈悲心 最好的方法是常念观音心咒 所以我常跟自己说 怀着慈悲心睡觉 怀着慈悲心起床 乃至哪天怀着慈悲心生病 最后可以怀着慈悲心死掉 将来还有机会怀着慈悲心又来投胎 继续一辈子去慈悲 所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出家 因为我说我从慈悲心才找到生命的意义 过去我们每个人都是为自己的成功 赚钱享受 在生活 所以当我们听到大乘佛教 这些伟大的菩萨 就会觉得自己很自私 所以觉得很惭愧 所以就愿意用慈悲心来过生活 特别有一点 我觉得这个观念很重要 就是说 当我们在念 欧玛尼贝美奉的时候 那不是你的声音 那是观音菩萨透过你的喉咙 念出他救苦救难的声音 所以当我们念 欧玛尼贝美奉的时候 我们的眼睛变成观音的眼睛 去看到众生的苦 我们的手变成观音的手 去拥抱救众生 如果能够如此 我们的心也变成观音菩萨的心 那个时候我们就跟观音菩萨合为体 然后去帮助众生 不过还是讲这句话 就像密尔日巴的修行 我常常讲 要学观音的救苦救难 必须先承受观音菩萨的受苦受难 再一点 你能够观世间的苦 观世音 帮助众生 基本上来自于观自在 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为了消除 为了圆满慈悲 你必须消除我直 得到内心的圆满的平等自在 不然外在的 要去帮助众生的观音的牵手牵眼 就展现不了力量 所以众物 任伯先生特别给我讲 智慧跟慈悲是一体的 它不能分开的 所以有空性的人 必定大慈大悲 愿意大慈大悲的人 才能够找到空性 这是一体两面的 所以我想慈悲的本体是空性 空性表现出来的是大慈大悲 那必须要展现在我们的 年六十大民族上面 就像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 满地都是黑黑的石头 那你要帮助 这些黑黑的石头 就是无名的众生 那唯一的方法是 你自己要亮起来 如果在所有的黑色的石头 有一颗像水晶的钻石 那每个无名的众生 都想要来亲近你 你自然就可以放光给他们 特别我们 不分哪一种种族 都很喜欢慈悲的观音菩萨 所以有一句话是 爱人者众生很爱你 如果我们随时像观音的慈悲 或者像天主教圣母玛利亚的慈悲 所以每个人都很想要去接近你 那站在大乘佛教 你为了要帮助众生 一定要让他很愿意接近你 亲近你 那么你必须内在像钻石一样 来对他们发光 自然他们就接受你的感化 接受我们的感动 所以拥有世间多少财富 并不是有钱 拥有慈悲才是最有财富的 也因为慈悲心 你必须 你必定会有世间的福报 你外表再漂亮 也是暂时的 但是有慈悲心的人 像仁波切这样 就很有魅力 请问仁波切漂不漂亮 就像德烈莎修女 他说最美的女人 就是德烈莎修女 所以我经常去菲律宾印度 我一定去那边 跟他们修你修行 他们比我们还精进一样 但是我想 慈悲是没有国界的 没有种族分别的 特别我们学大乘佛教 我们必须让别人感觉到 你是个有悲心的人 这一点各位一定要记住 这是我们的戒律 然后呢 自己要该笑就要笑 该打招呼就要打招呼 勉强也要慢慢练习 因为这是大乘佛教的特色 慈悲的敌人是称奋心 如果你佛教说 小称断贪欲 大称断称悔 因为你如果有称悔心 舍弃排除别人 那你就破了菩萨戒 因为对方因为这样而不高兴 他也会舍弃佛法 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 站在处理心 你要跪在佛前发愿 我要断除自私的贪欲 站在大乘佛教 我们要跪在佛前发愿 临死 临死生命不起称慧心 只要自己发愿 所以我常背一句话 佛陀永远转恶为善 相信也报 佛陀永远转恨为爱 哪怕生命剩下一秒钟 佛陀都还在利益众生 还在慈悲 因为佛陀没有死 因为慈悲才是佛陀的生命 所以当我们慈悲的时候 我们就找到佛陀 所以大乘佛教有一句话说 一念不生 大悲心则生 你要见到佛陀 佛陀永远说 显现慈悲 极见如来 所以你要是发起悲心 你就看到佛陀的存在 当然要圆满 真正的慈悲心 必定要以真实的出离心 做基础 所谓出离心就是 体悟到生命的变化无常 一切的无法控制 无我 存在的一切 没有一样不是痛苦的 那要很深深的去体悟这个道理 就像我们早上讲了 人天福报的修行的五心 第六个就要进入解脱轮回的出离心 因为万法 无常 苦 大家都会背 无我 这个世间 真相是如此 你想抓住什么 什么就让你痛苦 就像我做个比喻 就是说 当我们看到一对年轻人 在街上谈恋爱 当然世间人觉得 他们很快乐 但是如果你懂得佛法的出离心 那你会觉得 哎呀 他们干嘛 这么痛苦了 所以 一个男人在追求金钱 面子 地位 那是一种非常痛苦的事情 有一个比喻 有一个南传的大法师说 这个苹果 有毒 你要吃吗 所以这个世间 会让你痛苦的东西 你为什么要去抓住它 所以 虽然我们修了很多善业 会让我们很有福报 不会堕落 伤恶到 所谓的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会让我们 脱离痛苦 直到得到一些福报 现世或来世 但是 不断地去思维 那你会 你会觉得 变化无常是真相 慢慢你就会学会放下 所以放下是 根本的修行 也是佛教 基本的目的 就是要 能够解脱生死 那各位 所以开始要学习 慢慢 折服自己 喜欢的 喜欢的就是谈 不喜欢的就是撑 搞不清楚的就是 那是自以为是的 叫愚痴 所以我们中国人 很喜欢把贪 讲成什么 猪八戒 猪 代表贪 所以爱生气的人 叫沙悟静 沙悟静的脸黑黑的 不笑了 孙悟空 代表 鱼狮猴子 你一定要悟到空 所以 用这个西游记的三个主角 代表我们 人类 欣赏的贪嗔痴 猪八戒 代表我们 贪欲的身体 好色 爱睡觉 猪八戒 沙悟静 代表我们的口业 沙悟静会骂人 孙悟空 代表我们的异业 异 要悟 悟到空 那如何得到这个呢 所以 给他取名叫猪八戒 要守戒 沙悟静 要禅定 孙悟空 要智慧 那这样 唐三藏 代表我们本来的佛性 那你要找到你本来的佛性 那你要 勤修 戒定慧 消灭 贪嗔痴 净化 生口意 那你可以 才到 印度 终于找到经典 那找到经典干嘛 就是要服务众生 善巧方便 回到中国 弘扬 真理 那宣传法师 的一个故事 代表一个 一个 我们修行者的一个模范 所以当然 为了要修大悲心 那我们一定要精进的 实修 出力心 但是也不能就停在 出力心里面 而忘了众生苦 我们修这个出力心 放下 是为了圆满我们的悲心 所以如果 没有完全的出力心 你就没办法得到完全的大悲心 所以你要经常的回光返照 到底我现在还放不下什么 我怕什么 我执着什么 就像我以前 我有一个不好事 很怕鬼 好像去祝念 他们都很认真 还去看那个死亡者 分开 现在念一念 脸有没有好看一点 我就不敢看 因为我一看晚上 我回家 只要眼睛闭起来 他就在你面前一样 我根本没办法 我就只有看脚 就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我觉得 对我来讲 我已经要出家了 而且那时候出家了 那现在这怎么办呢 那当然如果你这个问题 你不自己去面对 谁也帮不了你忙 所以后来我就 开始为他们私事 包括做烟共 然后一个人坐 后来我就慢慢练习 我可以去活木坐 可以一个人在大海边坐 但是你问我怕不怕 那个感觉还在 但是我用我认真的去做 的时候 我就可以比较超越 我讲我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次我在日本 住在一个他们说闹鬼的 叫鬼怒川 是吧 的一个地方 然后 当然他们安排我 一个人睡一个小房间 那时候我旁边 有一个十六岁的小和尚 这个小和尚 他的特点是 他眼睛都看得到鬼 所以他眼神有点怪怪 然后我进去那个房间 他帮我拿行李 拿完以后 他说师父 你房间有鬼 那我说你跟我讲 然后你也不解决 你跟我讲 然后他就回去了 然后我晚上 当然我就尽量念一些 念一些 然后我后来终于睡着了 但是到凌晨五点 我听到鬼在哭的声音 很难受的声音 因为他们说是自杀的鬼 一个女孩子在哭得很厉害 一开始当然我会怕 那时候就是我们没有处理性 之后还有一个我 被他伤害 那我唯一能够做的 后来我就冷静下来 我就跟这个女鬼说 你很可怜 然后我现在决定了 你就跟着我吧 不要在这边 你一定跟我有缘 不然我们两个不会在同一个房间 但是后来我发觉我主动跟他讲的时候 我就不太会怕 我生起所谓对他的可怜 因为他哭得很凄厉 然后很可怜 所以我就虽然看不见他 我就跟他故意了 跟他说法 跟他取个法号 然后我说 就跟着我吧 然后这样来修行 那这一次我过了以后 我发觉 好像我后面有这些事情 我就不太不担心了 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 当然我们出离心讲的是一个理论 那你必须去面对这个状况 后来我想一想 搞不好这个不是鬼 这是菩萨故意让我修出离心 大悲心 但是对我来讲 至少我超越了 那慢慢我就愿意去 去面对这些事情 所以当然我今天的意思是说 虽然我们讲大悲心 一定要有出离心做基础 但虽然我们讲大悲心 你更要有人天福报 你不能说我很慈悲 你却很穷 我说你修得不好 所以优婆色借经菩萨八法 你要修悲心之前 你要有四间八种福报 这里面包括有钱 健康 地位高 辩才无碍等等等等 不然的话 你说你人天福报没修好 那你说你要修慈悲心 那你根本没有帮助别人的能力 所以我这样说的意思是说 虽然我们大家都想 有大悲心 菩提心 那为了圆满 慈悲心的功德 各位在人天福报的善业 一定要很积极去做 哪怕 就像我这几天 跟仁波切坐在旁边吃饭 我就压力很大 他桌上掉一点饼干 就点起来 就吃下去了 所以 所以就像佛陀的时代 佛陀看到一个出家人 眼睛看不见 他衣服坏掉了 佛陀亲自跑到房间 帮他缝衣服 比修人佛陀说 你功德圆满了 那你干嘛还要修这个功德 那佛陀说 我现在存在的唯一任务是 任何小小的福报我都要有 我才可以圆满佛陀慈悲的任务 所以我想我们 不想要圆满大悲心的人 在任何一点的 所谓人天福报 小小的善 我们都要积极的 用一种大悲心去做 当然用人天心做福报 跟用悲心做福报 那当然不一样了 那在第二个阶段 讲出离心的时候 那如果你单纯是为了修出离心 那可能你会震入阿罗汉 那这样你对世间的帮助就不存在了 这我们叫小秤的修法 那但是我们修大悲心的人 也不能因为这样 而不提振出离心或空性 有个比喻是 菩萨是一脚踏在火灾里面 一脚踏在安全的地方 因为菩萨虽然要跑出去 但是他跑到一半的时候 才发觉他有爸爸儿女 还在火灾里面 所以菩萨永远站在这个阶段 所以虽然已经可以证得罗汉 但是菩萨却赶快拉起这个心 然后去圆满大悲的任务 所以有了慈悲心 我的意思是说 更要把人天福报修好 但是有一句话叫 修天福不享天福 所以我亲近一个老和尚 叫运顺导师 他一直强调这个 他说以后你们盖寺庙 外面最好用灰色的 那我一副很贫穷的样子 然后呢 但是这个寺庙虽然很贫穷 但是你最好盖在人最多的地方 那你可以去接触很多可怜的人 所以他告诉我们叫 修天福 虽然我们讲出力心 但是我们一定要 累积这么很大很大的福报 然后才能够帮助更多的众生 但是你有福报以后 你一执着你就完了 那你就在损福报了 所以你要经常放下放下 而且把你的私人财产告诉人家 所以意思是说 女人最好不要有私房钱 当然我想这些 只是如果你这个钱是为了要供养三宝 可以了 经典有说 你偷你先生的钱 去供养三宝 不犯偷到了 但是你不能认为说 钱是我的 就这个意思就好了 所以身体也好 感情也好 钱也好 有一点是我的 所以我们台湾人很喜欢讲 温安温安 我的老公 我的老公 好像是他管的 那这个也就代表 我们处理心 修行 有人很喜欢用莲花来代表 所以我们叫莲花的心 那有人问我什么意思 我用两句话 一点都不执着 却充满了爱的心 那一点都不执着 就是我们讲 处理心 但是虽然放下 却要去爱所有众生 简单的说 不爱自己所要的 但是却去关心众生所要的 一点都不执着 充满了爱 另外两句话 我也觉得我自己很喜欢 身如乞丐 心如黄金 我们身体像个乞丐一样 什么都没有 但是内心充满智慧慈悲 那这样才是最快乐 身如乞丐 心如黄金 讲两个佛经里面 出一经的故事 有一对夫妻 坐船出去寻宝 碰到台风 结果太太淹死了 那尸体回来以后 放了一段时间 然后要把它 然后要把它葬到土里面 结果当他们把尸体搬出来 要葬下去的时候 就发觉这个 这个死掉的女人的鼻子 有一只蛇在那边转来转去 那时候他先生有一点生气 就要把这些蛇打死 小蛇 那时候穆建年有神通吗 经过 你不能打 那是你太太 他说你乱讲 他说你太太是不是 生前的时候很爱漂亮 很爱照镜子 所以他现在连死了 你看都还在他脸上跑来跑去 所以穆建年说 我跟他念念经 所以希望他得超度 这是第一个故事 那第二个是各位可能听过了 比丘执着加沙 就是我们出现人如果死了 那件加沙要送给其他的比丘 那个是法衣佛陀的衣服一样 结果这位比丘修得不错 但是他生病死了 那佛陀就跟其他的比丘说 这七天你们不要进他房间 等七天以后再说吧 因为佛陀知道 比丘一进房间 就把那个加沙会拿起来 分给大家 因为结果比丘他很执着那一件 很漂亮的法衣加沙 所以他死了以后 变成一只小虫在这里面 如果谁去拿 他就一起撑更新 一起撑更新 他就要下地狱了 所以七天的中阴 转世过去 佛陀给他加沙 那比丘超度了以后 然后呢 他们才 佛陀说你们可以去拿那个法衣了 那当然佛陀再给他解释 为什么 因为他执着吧 所以我讲到这边 我还是必须 修行要很坦然诚实 问自己 你到底你现在什么还放不下 还想要抓住 因为站在解脱道 我们汉文的经典 修解脱道的人要像 如旧投篮 就是这个火已经烧到你的头发眉毛了 你要很认真的 赶快把这些火灭掉 要把内心的贪质消除掉 不然你就没办法解脱 那更何况我们要修慈悲心的菩萨道 我不能讲太多处理心的故事 不然大家都去处理了 但是对我来讲 虽然我发心出家 是想要修慈悲心菩提心 但是我又发觉很多 包括自己很多修行者 他最基本的处理心 体悟无常没有做到 那就就是等于 一个有脏东西的杯子 去装干净的水一样 毕竟他要圆满他的悲心菩提心 做不到 所以当然 就像我们感谢能够 就一直强调 一定要修到没有我值 修到自他平等 修到一切都 能够安住在空性 不然的话就没办法圆满慈悲 不过我还是再讲一个故事好了 在西藏有个老人家 他们都很喜欢 欧梦尼变明文一辈子念 那这个老人家往生了 家里就请了中贵的上师 来跟他超度 那习惯是这样 就是说超度完了 大家要把往生者最宝贵的东西 他的金钱拿来供养 上师做功德 但是那个上师不笑 他不接受 他们家里就想说 上师是不是钱不够 或是哪里 上师说不是 那你们不用给我这个 你们墙角 里面有个东西挖一下 给我好了 然后大家就跟上师过去 哪里有啊 一挖 里面有一个藏人喜欢 叫利松石吧 是吧 上面有一只小虫 那个时候上师自己知道 因为这个老人家 虽然一辈子这么精进 但是他把那一棵藏在那边 他最爱的 所以他死了以后 就变成那只小虫在那边 所以当然上师慈悲啊 就跟这个小虫说法超度 超度完了以后 那么他才圆满 他才接受他们的供养 所以当然我这样提醒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在努力的修空性啊 悲心的时候 真的要 越要圆满慈悲 越要净化自己 自尽其义 所以到底哪里我们 放不下 就像在佛陀灭度三百年 有一位尊者叫 优婆居多 那缅甸人很喜欢拜他 叫 他也叫 水中发财佛 凡是没钱的 一定要拜他 因为在佛陀的时代 很多比丘啊 出去脱波都 空空的回来 大家都问佛陀要怎么办 那佛陀说以后你们没有福报的啊 你就跟着乌巴库就好了 又不去躲 所以乌巴库那时候也生在佛陀的时代 所以那跟着乌巴库以后啊 所有的 他们就可以得到供养 因为乌巴库的功德嘛 所以 到了佛灭度以后三百年 他又来帮助阿玉王 阿玉王 所以降服了阿玉王 帮助阿玉王 在这个世间建了八万四千的佛塔 那 乌巴库怎么度众神 因为他是阿罗汉 但是 在佛陀灭度以后 有很多比丘到处宣扬 他已经证阿罗汉阿罗汉 那乌巴库怎么度他 他既然证阿罗汉 他在树下打坐的时候 乌巴库就变成一个 大狮子冲过去 然后比丘就跑掉了 然后他就跟说 你看你证阿罗汉 他还会怕死 你还有执着吗 我想这位比丘才 原来我没有阿罗汉 那可能真的出国 恶果有点感受吧 所以 他们就 礼拜乌巴库做师父 所以乌巴库这样度了 在佛灭度以后 度了一千八百位阿罗汉 但是他们度阿罗汉的方法 就是让他知道 你的根本我知在哪一点 让对方能够知道而精进 用这个方法 所以在佛子行三十七颂 也告诉我们 当我们对生死轮回 生起了出离心 而想解脱生死 但是马上我们要幻想 那我们的妈妈怎么办 爸爸怎么办 然后无量事的众生 他们不了解 这个无常苦的道理 一直在轮回里面痛苦 所以 就要把 对自我的出离心 马上转为 愿众生母亲都离苦的 大悲心 当然就像刚刚各位早上 听到 我要出家 像我的太太 像我的儿子 但是我们大乘佛教 更规定要向自己爸爸妈妈 跪下来磕头 要很虔诚的磕头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生死很痛苦很痛苦 但是他们 却不知道 但因为话又讲回来 就像我对我儿子磕头 我又跟他说 哎呀 做父亲的 因为 意思说 男女的欲望 爱情 把你生下来 让你要去轮回 这是我们的错 所以我要跟你 虔诚的忏悔 出家 是为了 做你的模范吧 所以 就像我跟我过去太太也说 我们两个谈恋爱 我让你爱上我也好 生下小孩 让你痛苦无量 所以 一方面要有处理心 二方面 对所有轮回的众生 要有这种惭愧心 而 生起大悲心 就像我们 对我们的父母 我们没办法在身边 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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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顺他 但是心里 却把父母永远 就放在心里面 我去泰国 我觉得他们泰国 有一个很好的特点 他们身上一定有佛像 但是佛像的两边 这个 挂下来 就像这样 一个是爸爸 一个是妈妈的相片 他们永远永远就是说 因为 虽然我们在念佛 但是孝顺很重要 所以我们在 我们讲三宝 在缅甸叫五宝 为什么叫五宝 除了佛 法身 再来 爸爸妈妈 老师 所以你要孝顺 父母 要尊心 世上像佛菩萨一样 所以 当我们了解生命的苦 我们必须放下 但是众生都不知道 而且众生 都 对我们有恩 像父母一样 所以我们一定要 决心去报恩 和生气 愿他们离苦的大悲心 那为了让众生离苦 你有悲心还不够 究竟就是要成为佛陀 你不成为佛陀 你就没有办法 虽然有悲心 却救不了对方 但是你要救对方 做一个比喻好了 就算一个人 被关在监狱里面 然后他知道 他外面的爸爸妈妈 要被抓去杀了 但是他却没办法 去帮助他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生起大悲心 虽然你要成佛 但是你还用我 执这个监狱 把你关注 你根本出去不了 帮助对方 有另外一个比喻 说爸爸妈妈被抓走了 被敌人抓走了 那你一定要到敌人总部 你才能够救到爸爸妈妈 那请问敌人是谁 那敌人总部就是 我们的我职 所以简单地说 当我们有菩提心 而转成大悲心 而愿成佛的菩提心 那为了以满这个 如果你没有正入空性 那这个空性 也不是个人的空性 而是 任波心说了 众生皆有佛性 你要去体悟到 所有众生 对我们有恩 都如父母 他们却具足佛性 他们不知道 所以 而去 在大悲心 菩提心 实践的时候 又要完全地去视为空性 所以我讲这个道理 我是一直强调 不要脱离 就是说 我现在修空性 所以我就放下 世俗的福报 出离心 大悲心 菩提心 我先专心来修空性 等我空性得到了 然后我再来度众生 那不行的 一手拉住众生的苦 一手拉住佛陀的加持 但是内心里面 却还要保持在这样子 绝对 无我分别的空性 不然你就没办法得到佛 可能是真正帮助众生 那对我来讲 这个叫一心念佛 叫三明耶 三明耶的密续 对我来讲叫年续性的 你要从最基本的人天福报 一直到最后 你要全部一把抓 要保持在这种 圆满的阶段里面 所以在汉传的经典 有时候老师傅都会跟我们说 他教过我们这部经 他说 这部经就是三明耶 因为你这部经 从头到尾 你都要实践 每一个字你都要实践 那你才能够达到 所谓守任言三昧 那就是法华三昧 那这样你才知道 菩提心是什么 我平常喜欢念后面这几段话 因为特别这次来山上 看到整个这么庄严的虚空 对自己的心灵帮助很大 因为我很喜欢念 智慧如虚空 所以虚空可以包容一切 接受一切 而且变化无常 所以我平常会这样念 慈悲如大海 我们的平心要像海一样的澎湃 信心如阳光 那对上师 对上宝的信心如阳光 所以这阳光 晒到我们的 这种 我持的心 这个冰块就可以融化掉 甚至上师的功德会融入我们心里面 第三句话是 菩提如高山 每一个山都是我们代表坚定不变的 为成佛利益众生的 菩提心 那为了圆满菩提心 那当然要智慧如虚空 去平等 包容 接受 一切 没有分别 所以 经典说 什么叫佛 绝对平等 叫佛 所以生病也好 死亡也好 有钱也好 分开也好 对我们来讲 他只是一个 一个外向 心里面 平静的 去接受他 智慧如虚空 再来是 忍辱如大地 那我想 我们就像土地一样 承载一切 对方丢石头 对方倒水 我们都可以接受 所以 在大乘佛教 特别重视这句话 叫 忍辱是力量 虽然我们讲空性 讲悲心 如果没有这个忍辱 那你就没有力量 去圆满 那特别 我们要修福报 更要有忍辱 再来 精进如风 那就像强风吹过来一样 那我们对所有的教法 要一心一意 永不退转了 去圆满它 特别如果像各位 我们现在 年纪慢慢大了 接近死亡了 所以 没风没鸟 对我们来讲 太重要 所以要这样的精进 再来 功德如树林 所以这个世间 所有的善业 不分大小 我们要 努力的 广众福田 功德如树林 所以 最后两句话就是 普度诸众生 皆共乘佛造 那我想对我来讲 很简单 但是我每天都 拿这个来禅修 慈悲如大海 信心如阳光 菩提如高山 智慧如虚空 精进如强风 人物如大地 普度诸众生 皆共乘佛造 那我想这才是 我们的生命观 更重要的 我们修大乘佛教 要有一大阿生奇节的 时间天天在发愿 要把我们 每一个你看到的 想到的 都祈愿 蒙难 祈愿 他们能够得到更好 就像我看阿底霞的 故事 他生下来是一个王子 水福报很大 但是那时候 他到外面去看 外面穷人很多 所以他就会念了 他说愿所有人都像我一样 像王子一样住在皇宫里面享受 这就是一种很伟大的 过去是带来一种利他的思想 所以我想各位每天你必须要开车 那你坐在车上 你就要祈愿 所有开车的人都平平安安 到达他快乐的目标 你穿衣服的时候 你就要祈愿 希望大家都有衣服保暖 而且外表 庄严 你喝水的时候 要祈愿 所以用这个水供养三宝 供养上师 所以 然后呢 自己才喝 喝也没有自己在喝 不施给你身上的众神的悲心 所以 要把日常生活 特别各位 祈愿 经过医院 或想到医院 马上要修个妖师遗鬼 祈愿 所有人都不要生病 得到福报 等等等等 那我们的每一个念头 都变成一种愿力 所以经典说 菩萨以愿力做生命 所以释迦牟尼佛 因地发五百大愿 阿弥陀佛发四十八大愿 那就是地藏王菩萨的无尽愿 然后 让我们成为 愿力成为我们的 生生世世的生命 所谓的 发心 或是发愿 就是把自己 渺小的心 变成对整个 世界的愿力 当你住着痛的时候 那你马上 当愿所有众生 都没有肚子痛 都了解 肚子痛的因 如何去消除 你要把它转化 所以经典说 你每发一个愿 你身上就发一道光 所以阿弥陀佛叫 无量光 所以经过学校 各位如果有时间 停两分钟 对整个学校发愿 这些精进的小朋友 愿他们认真 读书 将来可以听闻佛法 等等等等 所以看到一只狗 鸟发愿 愿他 所以我们受菩萨戒 有一个戒律 你看到动物 你不为他三归 发菩提愿 犯戒 也变成我们的犯戒 所以想到狗 看到蜘蛛 就愿他归三宝 愿他发菩提心 找菩提出生道 所以我们每天 可以看到 想到太多太多的事情 那要把每一个事情 都转为利他的愿力 但是发愿 不能光在心里面 所以我们施波罗蜜 有一个叫利 利波罗蜜 要有力量 你要把这个愿 成为一种实际的行为 去做 比如说 这次来我看到任波切 都不会怕冷 我冷得要命 我一吹风我就感冒 后来我就 昨天我故意问 问我们上司说 这边瓦斯多少钱啊 那我要来出钱 因为瓦斯 一开晚上都很暖 希望我 这个钱我来出 以后就换我穿短袖了 你要把它变成一种 因为大乘经典说 发菩提心 完了要做的 就是生性因果 你要去做 所以我刚才问他 说这边有三个瓦斯炉 三个还是四个 一个瓦斯炉 可以用四个月 一千七百块美金 如果乘以三 就五千一百块美金 如果乘以四 就六千八百块美金 我自己就发愿 好 以后我每年 都要出这个钱 对不对 我的意思是说 不是我有钱了 但是我每次发愿 就会有钱 就像老师说 我在台湾 做一个十六年了 我做电视台 佛教 那当时在台湾是 第一个 我是电视台的台长 那个时候 每个月要花很多钱 那时候我去帮他忙 我就把这个钱 抽好 后来我就自己 开一个电视台 每年要花 至少一亿台币 但是我认为 因为佛法很重要 那我发这个医院以后 我就发觉 很多人自动在帮忙 所以我很少去筹款 我大部分还替别人筹款 我认为愿力不可思议 在布丹 有一位老人婆妾 看布 他给我说 他在布丹 穷的地方 盖一个最大的廉丝 让那个地方 能够比较繁荣 而且圆满了 敦住法王的愿力 他给我说 德国人给他十万美金 然后他要把它盖起来 那我就问他说 盖起来要多少钱 他说他也不知道 那我就开始吧 他也人家不认识他 大家就一直帮他募款 三十年以后终于盖好了 全世界最大了 花了三千四百万美金 那时候我根本不想说 我哪有这个钱 但是那任波切说他要做 而且这个是好事 然后就 就做完了 所以后来我久了以后 我就发觉 这个天下无难事 只要是好的事情 利益重生的事情 你就发愿就对了 然后这些护法善神 就会来帮助你 所以我师父常给我讲一句话 现在这护法善神都失业了 我说为什么 很没人发愿 只要你发愿你要去做 这些护法善神 会用一切办法帮助你 所以老实说 我在护持南宁都舍拉起 他们将近四彩四千位 出家人在那边修行 然后要生活 要医疗 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好事 所以我说好 我们尽力 后来已经好几年了 他们每一年都吃得很好 用得很好 但这不是我个人 我是觉得佛法是让我们相信 原来你的愿 跟佛菩萨的愿 是合为一体的 所以我才提议那一句话叫 贤结谦佛皆知 所以发菩提心 才是真正供养佛 慈悲才是真正供养如来 那如果各位能够体验到这个 你就不怕 你做什么事情都不怕 这个事情是利益众生的 那你就要真实的去发愿 当然我认为发愿以后 那你要尽力去实践 那你做一分 你会得到十百分的护持 只要你去实践 那你会有这个感应 你就不会退转 所以有一句话 帮助众生才是成就自己 你愿把自己奉献给众生 那你的我直就不见了 你就可以显现你的空性 所以我想大乘的慈悲心 不是放在心里面 而是一种生命的承担 承担所有生命的苦 而且愿所有生命都能够成佛 所以我的师父要我每天都带一颗 地球 星球 因为他们这些生命拿出来 所以你要承担的是整个世界法界 放在你心里面 那我想你就不需要特别说 我一定要消除我之 我一定要消除我之 因为你根本就像一个妈妈 带三个小孩 她怎么还会去化妆 因为她每天就在照顾那三个小孩 就好了 她就会一直往外去推动 所以我想利他的这种愿力的执着 是消除我之最快的方法 最后我要来念我们 感谢人波切的书 我个人很喜欢抄写 一个字一个字抄 这里面的重点 因为对我帮助很大 而且字不能抄错 而且还要抄得漂亮 因为这是一种修行 修行眼睛要漂亮 声音要好听 字要漂亮 做菜要好吃 要会穿衣服 不然修行要干嘛 就像要把一个佛堂 弄得这么庄严 那个叫修行 所以你要把你自己 包括世界都变得非常美 非常有效率 那佛堂说抄经很重要 所以下回我 我现在抄了二十几张 一有时间 下回我把原稿会供养人波切 然后我已经把它印成 我们这次洛杉矶有寄回来 就是感谢人波切的 慈悲与智慧 旁边还有我的相片 但是我现在这样讲的意思 我负责中文 各位负责英文 所以我已经把它浓缩了 那各位又把它翻成英文 然后我们就推广到全世界 让他们都有机会 听到一些慈悲的法语 很重要 第一句话 整个佛陀的法教 就是为了减少自我的中心 自我中心和我直 这样会带来自己跟 一切众生的快乐 我们必须深切其愿 自己能够对每一个众生 怀有慈爱 并舍弃 对每一个众生的 嗔恨心跟忌妒心 感谢人波切说 承担别人的痛苦 反而能够造就自己的快乐 这就是菩萨 永不疲倦 懈怠的勇气 所以我们应该 努力修持 慈心悲心 虔诚的忠敬心 直到我们的眼泪掉下来 人波切说 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就是慈爱 所以当我们深切的去思维 六道众生的处境 并且真正认知到 投身于六道 就是一种痛苦的本质 则毫无疑问的 我们就将能够生起 大悲心 由大悲心而生起菩提心 所以菩提心 乃是解脱痛苦 最殊胜的方法 而且能够让 凡夫不清静的身体 转变成为 圣者的黄金之相 我念最后一句 时间到了 向别人表示尊敬 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就是以心意 来顶礼供养的真正的意义 所以要从内心尊敬别人 因为佛法就是一种爱 当你看到自己的爱 如何去感动别人的时候 给你别人快乐 那将成为你自己快乐的来源 这就是所谓的加持 加持不外乎 就是爱的意思 所以当我们能够放下自我 开始向别人 跟所有众生散发爱的时候 你将会注意到 自己的心就开始扩展 变得很开阔 很宽广 有如广大的海洋或虚空一般 好 我的意思是 在经典说 菩提心的表现 必须表现在 劝别人发菩提心 劝别人学佛 在 往生净土教 劝进行者 虽然我们听到佛法了 那是上师的教法 各位要用各种的方法 手段 很努力的 一直劝别人学佛 那这样你就会消除我 只可以累积很大的资量 谢谢大家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 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交通部观光局局长张锡聪 防疫旅宿提供民众安心隔离 与检疫的场所 请入住民众 一起来配合防疫管理措施 入住防疫旅宿前 请主动出示居家检疫 或居家隔离通知书 入住期间 非紧急状况 请不要离开房间 并请自行清洁房内环境 将垃圾打包 绑好后 放置于房门外 不可要求房屋人员入房打扫 提醒大家 入住期间 如果需要协助 请以电话联系防疫旅宿人员 避免直接接触防患感染风险 请大家一起配合隔离检疫措施 团结面对疫情挑战 入住病毒扩散 这是佛陀的心愿 这是菩萨的心愿 只要不断弘扬佛法 就会有那么一天 不在乎需要多少面 不畏惧路途多遥远 只要佛法上在人间 世界有一天会改变 再来开咽喉 他们这些孤魂野鬼 嘴巴吐火啊 身体冒火啊 然后呢 现在各位把水米拿起来 我们要点水 而且每一滴水 各位都要观想啊 水米要打开 每一滴水都变成一个太阳的月亮的光 然后这个光一照下去 那些地狱到来了 鬼到来了 身上的流血啊 火啊 通通消除掉 清凉 喉咙各个打开 哎呀 他几百亿年 那个喉咙都在吐火 今天你让他不吐火了 打开了 非常慈悲啊 所以各位来 念一次 喉咙地狱 切都里 丹他也对 然后就要点水 所以你点水不是 这个水不是在我们操场里面 到了英国 到了北极 地狱 二鬼城 出生到他方世界 你要这样观想 那个光 骗一切处 他们身上的痛苦就消除了 来 开英虎 宋伯伯的地雀多地 但祂也多耶 好 水米先放地上 大家太慈悲了 恶鬼道士天天被火燒 特別肚子餓他就燒 走路他就冒火 但他不會死 我們人燒的還會死 他不會死 他就是最短175萬年 天天在被火燒 你看他多痛苦 然后突然有人让他凉快 突然有人让他喉咙打开可以吃东西 你说他不跪下来行吗 他会跟你感恩 谢谢你 所以念这个开阴侯奏有什么功德 我们念一下 第十六页 希望大家多点水 念开阴侯奏 有十种功德 功德 一 毒药不能重 二 毒舌不敢折 三 包藏不能害 四 王冠不敢撑 五 众人皆爱尽 六 天龙常随护 七 衣食 西风竹 八 颜貌端正 九 永离 毛树位 十 不受三徒生 所以愿大家慈悲啊 不管你用什么水 只要手上有水 甩一甩 要喝水之前滴几滴出去啊 你不念咒没关系 有悲心 愿你们清凉啊 得到刚入水 二十四小时修慈悲心 你这样做以后 事实上慈悲就有福报 你不要为了福报就修 自然无法避免福报 永远不会怕鬼 不受 所以永离毛树位 你就不会怕 你越慈悲就越不会怕 养过狗的人就不怕狗 因为你对他慈悲过 而且不受伤徒生 而且有钱 而且外表漂亮 而且不会中毒被砍被杀 地水火风都不会伤害你 因为慈悲 散热北纸 散热北纸